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咯 诶 我们刚刚已经会套范本了 那么范本不见得完全符我们需要 可能有多有傻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刚刚已经会加入文字对不对 好 那如果要加入超连结怎么办 他里面可以超连结 当然也可以加入YouTube的 超连结很简单 你只要是超连结 他就自动连结 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 好 如果今天我要打一个字了 编辑他 好 我增加一个 如果我有一个 这个网址 我想要连到这个网站来 你只要把这个 这样 就好了 也就是他的格式是这种 有没有 那他自动就会变成一个超连结 滑过去 如果你在present的时候 这个点一下 有没有自动打开 他就连到这边来 这样您了解那个意思了 所以 这个 打超连结你只要符合格式就可以了 那万一啦 万一如果说你的网址真的很长 有几种方法 一个就是把这个字缩得很小 对不对 因为不然太长嘛 第二种方法 其实网路上有一些就是短纸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用过 一种短纸就是他 因为你网址很长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网址缩短 缩短 你可以找这个关键字 Google也有提供 短纸 这样 你看 这样子也可以 或者这个是Google的 Google推出短纸服务 好 比如说你看 好 我先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那个网址给您参考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 这里 这个都还好 还不算很长 这个稍微长一点点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这边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好 到这里 我从这里好了 Google短纸好 来这边 我直接打比较快 进到这里来 你把你的网址贴进来 比较长的 把它变短 好 他要你输入这个 我这好难喔 Wordster KVPS 好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比较短的网址跑出来的 这里 对不对 那你打这个 就等于打左边那个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真的网址太长 你就试看看用这种短纸的 然后就把它贴到我们的这边来用就好了 老师那如果你是要插连结到你其他电脑里的档案 不行 不行 对对对 他主要是跟你做网页上的连结 你要连自己的档案的 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开 假设你知道你自己的档案的话 那你就是 就是另外 另外用档案总管去打开它 跟那个 你用PowerPoint插入那个是不大 这个 地方就不大一样 好 这样 您大概了解草莲姐怎么加进来 可以可以 YouTube的话 就是从这里 都可以 有没有 从这边 那就看你的YouTube的网址在哪边 所以 这个影片你也不用抓回来 他会直接在 上面做 可以在上面 那 我们会 如果你有用YouTube的话 那还是要 到线上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今天 不是这样子 你也可以从这边 假设你的YouTube影片你有抓下来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传进去 自己的电脑传上去 那这样就不会有那个困扰 就比如我今天 没有上线 可是我的影片又在YouTube上 所以平常这个时候 我会把它抓下来 会把它抓下来 因为 像我平常上课有时候 学校网路也会比较慢 所以像我放教材的地方 我放这些教材 我里面会有 不少 就是 像参考区 比如说这里 宣传影片 你现在看到这里会有那个YouTube的影片在这里 对不对 可是我不会只有放这里 因为我会把它抓下 所以我的附件里面 我都会有做一个备份 以防万一 万一如果我现在连线不顺 还是说 还有一种情形有可能会发生 YouTube的影片怎么样 被移除了 因为可能有版权上的问题 或者是使用者他拿掉了 那我有copy份起来 以防万一 所以这个 就是 虽然在上面还是 用YouTube的显示比较方便 可是我就会抓回来 老师知道怎么抓回来吧 我以前有用过软体 可是后来又好像又不能用 这样子 好 那 待会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老师提醒我一下 怕我等一下忘记 好 OK 所以这个是 给老师看一下说 如果你要 比较有可能会需要的就是 影片 图片嘛 对不对 那 我们来看一下万一老师的这个 就是你的图档 就是字 刚好是属于打不出来那一个 那你又觉得我一定要用字呈现 因为英文不知道该怎么讲 比较好 好那你可以用我们另外一个 小软体 我们刚刚有给老师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 Photocap 有没有 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影像处理的软体 好影像处理软体 那你 做好了 我们纯层PNG就好 就可以拿到 不管你的简报还是这个 线上的这里来用 待会你打开之后呢 里面有一个 小驢子 你点两下执行 好点两下执行 那我这边先执行给老师看一下 这个MIT的 台湾字的 MENGIA 进来会长这样 等一下我们再跟老师稍微介绍 怎么用 您先找到软体 看 能不能正常打开 这个是Photocap的官方网站 好那 他在这边下载 这个都是完全免费的 完全免费 那事实上老师如果有兴趣 这边有一些影音的教学区 你也可以来上面看一看 他上面还有蛮多资源可以用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你进来之后 看起来像这样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开一个新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字 因为字没有很多嘛 我不需要那么大一个 对不对 你只要小小的 你就开个新的档案 那你告诉他在这边 你制定尺寸 比如说我要640 然后高度我大概就200就够了 那么 背景的颜色是这个 背景待会我们把颜色拿掉 但是你现在在编辑 你可能还是看一下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先这样 有没有这样就小小的 对不对 Banner式的 好 你看一下 文字的部分从哪里 从右上角这里 在这里 那他文字主要有分成三种 这里有三种 首先第1个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的话呢 它是属于标题式的 就是一般打字的 好那如果你文 老师的文字内容比较多的 你就用第2个 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有 A的颜色不一样 B的颜色不一样 像它上面 像它上面的 然后又有字的大小的变化的话 你要 这么多组合在一起 你就是用第2个 第1个的话就是 字大小大家都一样 要同一个颜色 这样子 好那第3个呢 这个 各位老师在用Word里面 你有用过那个 叫做 文字艺术师 不是常常有一些形状弯来弯去吗 那就是第3种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文字要再做特别一点 你就用第3个 好那我先用第1个 比较简单 你点了之后 右手边 一堆范本给你 对不对 你看你要哪一个 如果你要很单纯的 就是用第1个 就是只有字就好了 那如果你 我先用一个有点 框框加上 阴影的 好那老师 感觉一下 好进来的 文字 从哪里 从上面这里去改 那大小啦字型这个应该都没问题 所以 好 OK 那 这里 娃娃体 比如说你要比较可爱一点啊 好 那么 打了一个你可不可以打第2个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可以再加第2个 如果要编辑他点到他上面就可以改 那假设你要更多选项的 点两下或者在右上角这个物件属性 有更多可以改变 好更多可以改变 那我现在先不要做那么多 好这样子 假设我做好了 我要拿出来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变成透明的比较好用吗 所以你看右手边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有两个图层 打字就是一个物件 一个图层 所以这个底层 眼睛关掉就好了 眼睛关掉你现在看到这个好像马赛克一样 这个就代表透明 好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颜色出去嘛 所以把它关掉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就可以来存档 你看这边 存档 好 注意一下 这边有几种格式 对不对 你看喔 如果你选的预设的 JPG 有没有发现这边就是白白的 因为JPG是不能透明的 好 我用PNG 有没有不一样 好 但是记得要用32位元 这样才能够把那个透明的资讯带出去 假设你PNG我选的24 那就跟JPG一样 好所以 因为我们刚已经有先把那个底层的眼睛关掉了 他会帮你自动判断这个是你是要透明的 所以这样应该就比较清楚 那 另外一个呢 就好像我们用Word 他是有所谓的原池档 DOC 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以后这个字 是可以编辑的 那你请存着他的工作档 下次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编辑那些内容 还可以调整位置 好那我现在就单纯存成PNG就好 你看我把它存出去 好存档 要一个档文 来 好那我把它放到 这边 好那我现在呢就把它存起来 好 存好了他会做储存成功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万一 如果说老师发现说啊我觉得就不要这个 旁边支牌多出来一点点 其实你也可以来这边但是留意一下就是你要点到底层 底层的时候这些左手边的工具才能够用 好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叫选取 好所以我现在呢就可以 假设你就很在意那个大小 我就选这样 选好之后上面就有一个裁切 但是字你可能要稍微怎么样 再搬回来一下 点到他再搬回来一下 这样了解的 好就是说如果你刚开始那个大小你没有设好的话 好现在呢我就回到我这边来 因为我已经把它当做图片了嘛 所以就很单纯从这边直接去 把我们刚刚自己做的title把它抓进来就好了 好进来咯 你看跌在他上面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有透明跟没透明就插在这里 白的跌在上去能看吗 哈哈哈 对不对 那你点到他 点到这边你可以自己在缩放或者是用这样放大缩小 基本上因为我们刚做的其实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 放大没关系 那这里会遇到一个情形 万一 万一我的这个勾勾要在上面怎么办 或者勾勾是比较后面来的 你在用握的powerpoint有没有上一层下一层 我们 东西叠在一起的时候有上下吧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你看按右键在他上面可以按右键 有没有 往上 上一层 下一层 最上层 最下层 我都翻成中文了 这是指他出现的顺序吗 因为我就是 原则上你后面才加进来的 会跌在你的上面吗 但是我不希望怎么样 去弄到他 所以就跟我们在 这里也是一样 我今天有一个这个 那刚刚老师有说我想要加一些其他图片进来 可以 这一个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他是内建送给你的图库 所以都是什么 PNG去备好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个回文针 按一下 OK 是不是就进来了 那现在这个回文针是在字的上面 如果你就要拿到字的下面 你看右手边有没有图层的顺序 按着他 有看到一个红色的线在上面 有没有 红色的线 往下 是不是放到字的下面了 是被挡住了 这样你了解那个意思 所以 我们在网站上面这个 按右键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今天你要把他送到最后面还是送到最上面 好 现在呢 你拿到这个字的上面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还没 这个应该是送到最上面 有没有叠到他上面来了 对不对 叠到字的上面了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们刚刚这边的这样 你就会把什么 把套範本也会的 插入文字连点插入 这个是不是都会了 好 OK 那所以 这段我先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 路径 还有插入新的页面 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嘛 对不对 插入那个 插图 好